为了更好的宣导政令 普里镇五公里 在里长的建议之下 之前与先议员吴国昌 到社区活动中心会刊 希望在活动中心外墙 增设跑马灯 让居民能够更好的接收 政府政令宣导的讯息 所以国家人的妈生 就来用出这个配合看 来支持 因为对我们的公益 对我们社区的政令宣导 跟我们基民 他们的出入 都看得到 有一个失去的效果 所以今天会动 我们社会处 我们社会行政科的科长 主板人员 以及保理公所 就要用证心的看板 来配合我们压江社区兵士 政令宣导的文字 让我们的基民 有这么多 可以一目了然 也提升我们社区 推动业务的 这个品质 和这个效率 吴公里长黄美玉表示 感谢吴国昌议员 能够到社区活动中心会刊 因为吴公里早期政令宣导 都是依靠张贴海报等方式 既不环保 也达不到预期的效益 也感谢吴国昌议员 能够支持社区 统一补助增设跑马灯 让居民能够清楚知道 社区业务推动的方向 社区常常有多东西 包括老人据典 这边这些活动的时间 包括社区班队 我们刚刚社区班队 就有五个班队 那其实人数 我们可以更广便 更多人来参加 如果我们有这个广告面板 从社区所有的活动 都把这个广告面板 来面做广告 做这个宣导 让大家更可以了解 社区的文作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 议员的爱心 辅助社区这样子 我相信将来社区的发展 因为有装置这个看板 会让社区的人 更了解社区的运作 副医长潘一泉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落实各社区 跑马灯的设置 在社区内 增设电子跑马灯 兼具环保 也能够达到 正立宣导的目的 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推广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导